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故障版 这是一个电源版 它分三部分 首先这边是输入部分 然后这个位置是整流桥 然后这是PFC电感 这个大的功率管是PFC功率管 这两个是开关电源的功率管 这边还有一个是消退机二级管 是PFC输出的二级管 这个是PFC输出电压以后的滤波电容 一般是380伏左右 这边是一个负电源 负电源这是它的功率管 然后这个是它的开关灭压器 这个是主的开关电源 主开关电源 这两个是功率管 这两个是消退机二级管 这个主供电的输出的电压 很显然是功率比较大 这个负供电呢 它是通过这个二级管来整流 后边的原件来滤波的 它的负电源芯片是1271B 是NCP的 然后驱动这个功率管 它的PFC芯片是SC2100 它的开关电源芯片是SC9512S 它属于半桥式驱动 是通过这两个功率管 然后在变压器的另一端 我们看这一端是变压器的两个引脚 然后在变压器的另一端 接了一个电容接地 那么这个管的上管是接300伏的 下管是接地的 然后上管的原级和下管的漏级接在一起 然后接到我们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初级 然后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另一个引脚接这个电容 这个电容是接地的 那么通过这个电容的充放电 也就是这两个管的交替导通 在开关变压器初级产生胶变的电流 然后感应给次级在后边输出 经这个销特级二级管输出以后 给后级供电 这个板目测呢 PFC电路损坏 还有低压电源部分损坏 我们看这两个是PFC的电流取样电阻 已经烧坏了 是1.5欧的 两个并联 是0.75欧 然后这个位置 这几个电阻 是2222 也就是2.2欧的 一共是四个并联 这个呢 是低压电源部分的电流取样电阻 同样是烧坏了 那么这么说呢 就是低压电源部分损坏 PFC电路损坏 那么至于开关电源电路有没有损坏 测量功率管现在是没有损坏 芯片应该也没有问题 看外观 现在由于手头原件不全 等原件到了以后再给大家演示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